本港南部多個沙灘近日都發現有大量的海上垃圾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多個局長去到大嶼山水口 參與清潔海岸行動 梁振英相信是因為極端天氣 令到內地的家居廢物衝到香港 政府會和廣東省當局跟進 朱子晴報道 梁振英和多名局長 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 去到大嶼山水口村清理垃圾 尖的東西危險的東西就不要拿了 他們戴上手套 用貼夾把海邊的垃圾放入垃圾膠袋 梁振英和商建築一樣 撿到流大汗 長期留意著金融數值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似乎對垃圾的重量就不是很敏感 多多位置 很重 很重 文政事務局局長劉剛說 不索性用手撿起垃圾增加效率 快呀 快呀 用手做快呀 平時去不去多沙灘 看到這些 平常都很少的 現在本地的旅客都拿走垃圾 有清潔工人就跟他說 大部分香港人去完沙灘之後 都會自己帶走垃圾 相信垃圾是由外地衝到香港 本港南部多個沙灘 近日發現有大量的海上垃圾 包括膠樽和鐵枝等 梁振英相信是由內地飄渡香港 最近幾個星期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估計是由於大雨、暴雨和洪水的影響 有很多內地的家居垃圾衝來香港 這個我們會和廣東方面一起跟進處理 他表示會透過粵港合作機制 和廣東省當局商討 NOW TV記者 朱志晴報導